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会生一只金蛋 农夫用金蛋可以去买很多东西 因此变得越来越有钱 有一天 农夫就心想 一天生一只金蛋太慢了 如果剃了这只没有鹅 那就可以一次过拿掉所有的金蛋 于是 农夫就把一只鹅杀了 但是 他发现这只鹅的肚里 和普通的鹅是一样的 并不是他想象中那样 里面有取之不尽的金蛋 可惜 他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小朋友 我们做人不能贪心 贪得无烟 就一无所有 做任何事都不能一步登天 就像我们学习一样 别碎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的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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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